故事嘎嘎精彩,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来个啥,抱拳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 周小斌的奥迪A6车上上来了一位天津阿师部的一把 叫做伍长顺,伍长顺也是当时要做扣 把周小斌给放的,此时伍长顺也在车上问周小斌 你们团伙当中的谁胆最小 周小斌当时车上电话一直跟前车宝马差五 车上刘维的电话保持着畅通 这一边就说孙华君胆最小 这伍长顺说孙华君在车上吗 周小斌说没有,在前车车上了 伍长顺说这样吧,为了更好实施我们的计划 然后把你周小斌给放了 让这个孙华君马上到,从前车到我们这个车上 然后呢,下来两个人吧 这边你们的家伙市已经不能暴露了 前车应该有小BB吧 周小斌说有,拿两把小BB直接下车 到这个奥迪A6车上 这个时候周小斌做事也比较这个谨慎 也为了兄弟也比较紧张 周小斌当时就说了 我觉,这边我的兄弟如果下车了 你们的人要进行设计咋办呢 伍长顺说 行,你想的真周到 伍长顺把车窗稍微打开一点 伍长顺向车外一百多个小R事 打了两个手势 第一个是暂停的手势 第二个是OK 当时表示的 这边我伍长顺能把事情解决 你们暂且不要行动 这个时候,你看从前车宝马X50车上 直接下来了 孙华君和刘维 一人兜里揣了一把小BB 直接上到这个奥迪A6车上 这边呢 伍长顺说 叫孙华君这个人 你胆最小 你拿着小BB 逼着我的脖子 然后咱们下车 然后那个 这个叫刘维斯吧 你拿着小BB 逼着周小斌下车 说明周小斌是银子 但是周小斌你记住 你不允许说你叫周小斌 随便编个名就行 伍长顺说这样吧 你就叫银子阿饼吧 这边周小斌也是委屈求贤 说行 我就叫银子阿饼 这个时候 你看伍长顺又说到 下车以后 刘维 你押着周小斌 尽量的谈出你的条件 然后我们的阿神会满足你 尽量满足你的条件 你表示你的诚信 把周小斌 也就是银子阿饼给放了 这个时候 孙华君你压我 你胆最小 我们的谈判专家会跟你进行谈判 在两分钟之内 你的心理防线就会彻底的崩塌 然后泪流满面 你顺势把我给放了 你们这些人也顺势的投降 让我们的小阿神 把你们给拿下 最重要的就是 要放周小斌 你们记住了没有 当时异口同声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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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车行动 自己你看 孙华君 压着这个武长顺下车来 这边都到 你看 这个时候 刘维也压着周公子下车了 这边也谈判 说要求都答应 回首要求满足以后 刘维哗叉把周小斌 也就是银子阿饼给放了 这个时候谈判专家有就过来 跟这个孙华君他们进行谈判 孙华君两分钟之内 哗叉泪流满面 真就是这个样 这武长顺办事也太把握了 直接把武长顺也给放了 回首哗叉 全部给拿下 这个时候 晚上十点半钟 呱呱 全带回天津 阿师部 这边呢 武长顺要亲自 给这个银子阿饼做笔录 也就是顺势 要把银子阿饼 也就是周小斌 给放了 这边呢 简单的做点笔录以后 当天晚上 武长顺 把这个周小斌的奥迪A6 开上了 拉着周小斌 也就离开了 天津阿斯部 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武长顺把车交给了 这个周小斌 说道 你赶紧连夜 离开天津 这边我只能保你 现在 明天早上 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而且这个案件 是咱们天津 正法医把宋平顺 主抓的 明天早上 他因为周小斌 被抓着 指定要封城 你就走不了了 这边我也不能跟你 过多的说了 我只能办到这了 这边周小斌说 行 我感谢你武局了 后会有期 这边武长顺 也就走了 周小斌 坐在自己的 奥迪A6 主驾驶上 把俩胳膊 往方向盘上 一抬歪 当时就搁着 惆怅了 心想 我的兄弟在天津 包括刘汉 都在这个阿师部 蛇在里边了 我现在成了光杆四六 周小斌这个人挺淫逸的 我离开天津 我疑心 何隐呢 我不离开 我怎么救他们呢 当时就搁着犹豫呢 犹豫 给归犹豫 咱们把时间 让给周小斌 咱们自己把四九 再转回到 周小斌 他爸爸 周大老板这边 周大老板 当时之前 跟武长顺打电话 武长顺已经说过了 要抓周小斌的 就是咱们天津 正法医把宋平顺 这边周大老板 心想 宋平顺 他根本就知道 我儿叫周小斌 而且要下令给抓 这不是小事 宋平顺 你要造反 当时 周大老板 在当天晚上十一点钟 就把电话打给了 已经从北京 开完一家一会 回到天津的 宋平顺 宋平顺 当时这么一看 我们正法医把 老周打来的 周小斌的事 啪啪这么一劫 哎 领导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吩咐吗 周大老板说 吩咐到谈不上啊 每个人 都可能 成为脱缰的野马 我只是在跟你 说说话 我想跟你谈谈心 这个宋平顺 说 应当 您 知道天津 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了吧 发生什么了 你给我说说看看 周小斌 周小斌 在我们天津 海滨新区 唐谷海边 打伤打死 我就不说多少人了 在这个武清区 全建集团旁边 又打伤 重伤七八个 你看 这 我作为天津政法的一把 我想跟你沟通一下 你看怎么办 周大老板这一听 这 这宋平顺 好像是 有门面啊 啊 这一边呢 周大老板随即说到 周小斌是我儿 你也是知道的 但是 作为咱们政法部门 一定要铁面无私 但是 也要 有这个 那什么 我不能说那句话 我只能用这个 阴情事故代替 阴情事故 这边 宋平顺说 领导 您看 我 我受你的教诲 一直是秉承着 王子犯罪 与庶民同罪 您看 周大老板 周大老板又这么一听 你宋平顺是在跟我俩耍奸 行 我再跟你说一遍 周小斌是我的儿子 领导 我知道 但是 法外无情啊 周大老板 笑了两声 随即说到 宋平顺啊 你不但是脱缰的野马 而且你是一匹好马 你是咱们政法部门 铁面无私的 一位好官官 这样 你该秉公办事 秉公办事 我只是打电话跟你说一声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毕竟 我也秉承着 王子犯罪 与庶民同罪 行了 先挂了吧 他这么一挂 周大老板 生气了 但是在电话里 对着 不肯放手的 宋平顺 他也不能死压着 但是 我也 绝对不能放过你 宋平顺 因为这是在一家 议会期间 宋平顺 可能 要因为 把周小斌 置于死地 而后裔 把我周大老板 给扳倒 当时周大老板 随即 把电话 在晚上 11点10分 打给了 北京阿什部 郑少东 郑助理 郑助理 当时这么一看 我老领导 打来的电话 这半夜 11点多钟了 没有睡觉 才想起来我 我是不是 产房 传喜讯 周小斌 给我说好话 我可能又生了 哎呀 哎呀 老领导 这么晚了 还没睡呢 少东啊 这边晚是晚了点啊 我跟你说个情况 时间紧硬无重 哎 林东 你说 这边呢 周小斌在天津 犯错误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这 郑少东 郑助理 当时心想 周小斌 平时犯错误 都是周小斌 找我帮忙 这个时候 周大老板 打电话了 这周小斌 这个错误犯的 可不能小啊 那个 我真不知道 这样吧 这个天津正法一把宋平顺 要成为脱疆的野马 你往天津跑一趟 跟咱们阿斯部 还有一个 也是我的人 叫做副部 谁呢 叫孟宏伟 你走到孟宏伟 你们俩开着车 去到天津 到宋平顺的家里 领着几个小屋 即刻把他给我拿到北京 这边连夜给我审 一定要审出问题 在早上之前 提交给我 这边我会马上 连续 孟宏伟 让他一起跟你出发 大家 领导 我知道了 我愿意为领导 赴汤导火 我也愿意 为周小斌 保驾 护航 我始终 衷心于你 周大老板 因为你是我的老领导 我也想上进 我也想提拔 行了 去办吧 啪啪这么一挂 你看 这郑助理当时还是比较兴奋的 毕竟给周小斌办事的时候 周小斌给周大老板 说好话不一定好死 但是周大老板 这半年多没有求我了 这个时候求我了 你也是 放在我手里了 以后我有话说 对不对 你得给我提拔呀 那完了当时 郑少东 这个时候周大老板随即 把电话挂了以后 又打给了 北京阿师部的 这个副部 叫做孟宏伟 喂 宏伟啊 你现在的段位 也是可以的 这边呢 天津正法一把 宋平顺 已经不是我的因了 你现在跟 郑少东 郑助理 开着你们的车 马上领着几个小物 到天津把宋平顺 给我拿到北京 连夜审查 在早上之前 必须 给他审查出问题 这孟宏伟 是周大老板的人呢 当时孟宏伟说 行 周大老板 我办事你放心 指定 立根接应 啊行 那去办吧 啪啥这么一挂 你看 这孟宏伟 开着 W沟 003号车 这边车上 坐了三个小物 然后呢 这郑少东 郑助理 也开着 一辆W沟 0004号车 车上 也坐了三个小物 那么一共八个人 在晚上 11点半 就从北京 往天津这边 尬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这边呢 郑少东 在半路 给周小斌 打了一个电话 郑少东 因为 我第一 这是给周大老板 办事 第二 我就得再向周小斌 卖个好 因为我平时 叙叙叨叨的 我现在 还是叙叙叨叨的 我叙叙叨叨 我可以升级 我可以提拔 这边 把电话 就打给了周小斌 周小斌 这个时候 还在这儿 犹豫呢 小斌 你现在在哪了 说我在哪了 你能帮了我吗 说我太能了 我这边 已经往天津去了 而且我可以明确的 告诉你 这天津正法 一把送平税 一会儿 我不但又把他拿了 我还要揍他一顿 周小斌 当时这一条 你们往天津来了 对 你爸爸 周大老板 已经通知我们了 这边周小斌说 想 那你们去办你们的事 我马上回北京 这郑少东说 行 小斌 我跟你讲 这事我给办的 指定完完美美 你还得跟你爸 给我美言两句 我在助理我 真当够了 真的 可这又虚道上了 郑少东 就喜欢磨刀 就喜欢提拔 周小斌说 行了 我会说的 啪啪这么一挂 你看 这么 郑少东 和 孟宏伟 该晚上 十二点半 到一点之间 也就来到了 这个天津 军林天下附近的 这 天津正法 一把 宋平税的 家门口 这个时候 此时门口 就有这个 小五站岗 此小五 跟他们车上的 小五不一样 这就是管这个 站岗的 这边 你看 这宋平顺 这站岗的小五 这么一看 直接敬礼了 这从来 这院中也没来过 这么小号的车呀 打不溜沟 0003号车 0010号车 这边一敬礼 这边 你看 郑少东 跟这个 孟宏伟 把证件 一亮 我们秘密行动 马上把门打开 这边 不许通知 你们的领导 泄露风声 你将吃不了 都在走 小五哪见过 这种阵势呀 把卡给打开了 回首 巴巴巴 也就进院了 这边 到了这个 宋平顺的住宅 以后吧 直接你看 两台车一停 这 盛少东啊 不但 要巴结周大老板 而且 这个副部 孟宏伟 也比 郑少东 这个 这个弦大一些 郑少东 直接下车了 给开门了 这个 你请下车 这边 孟宏伟 下车以后 不必这么客气啊 我们俩都是为了 周大老板 来的 这边 我也听说 周大老板 跟我说 你办这种事 很有惊讶 我还得跟你学习呢 郑助理 当时说 那个 夸奖了 但是我确实有经验 你看好了啊 这郑助理 当时吩咐自己 带了三个 小五 其中一个 也是精通 这个开索技术 算是 业余的开索专家 就把这个 宋平顺这个 那门就给打开了 这边 宋平顺当时 正老媳妇 哥家睡觉 他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的两道防线 一个小屋 一个防盗门 被干开了 你看接下来 这故事 将怎么走向 咱们 下集见 嘎嘎 精彩